Hello You Doers,我是柯里斯丁 今天這一集有一點點沉重 因為在台灣時間6月8號的晚上 深受廣大粉絲喜愛的電視美食主持人Anthony Bourdain 被他的自有發現在法國下榻的飯店當中上吊自殺 結束自己的生命 留下一名11歲的女兒享年61歲 Anthony was in France He was working on an upcoming episode of Parts Unknown You know right now the 11th season of this award winning series has been airing on CNN He was working on an upcoming season He was found dead in his hotel room in Strasburg, France 波登在廚房工作了20多個年頭 並且在1998年當上了曼哈頓法國餐廳 Braserilis Harris的行政主廚 但他真正被眾人認識 喜愛是直到他開始走上鏡頭 開始拍攝知名旅遊美食節目 《波登不設限》 《名廚吃四方》等等 快智人口的電視節目以及書籍 他也拿下多次的愛美獎 以及許多文學獎項 2016年的節目《波登不設限》當中 波登他找來了前美國總統歐巴馬 一起在越南路邊攤 享用當地的越南美食 Buncha 兩個經歷過一切的男人 坐在塑膠椅上享用著當地的美食 你會覺得這個畫面真的非常非常感人 而波登的死訊傳出來以後 歐巴馬也在自己的推特上面 回憶了這段往事 他寫道 塑膠板凳 便宜卻美味的麵條 冰冷的盒內啤酒 這就是我記得Tony的樣子 他教了我們如何利用料理拉近彼此 稍稍撫平了我們對於未知的恐懼 在波登的死訊傳出來以後 許多廚師名人像是Gordon Ramsey 以及Jamie Oliver 都分別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發網哀悼 Gordon推過推特表示 失去波登令人感到震驚 難過 他把整個世界帶進了我們的家中 啟發了無數人透過料理 探索更多文化以及城市 而Jamie則是利用IG表示 至今人在驚嚇當中 波登讓全世界的廚師以及粉絲 則留下了一個再也無法填補的巨大缺口 Rest in Peace 波登並不是一名典型的乖乖牌 他在自己的電視節目當中 也從來不會為了講求節目效果 而做太多誇大的情緒性的字眼 曾經的他也被惡魔佔據過他的人生 波登當時成立於海洛因 以及骨殼鹼鹼等等的毒品當中 他在自己揭露廚房秘辛的自傳 Kitchen Confidential當中他也有寫到 1981年位在紐約曼哈頓SOHO區的餐廳裡 我們所有人無時無刻都處在 毒品的興奮感當中 我們把握每個構想的機會 幾乎每個決定都是透過毒品幫忙 但是最終他決定要跟他自己這段人生 好好來場斷舍離 我想要成為瘋狀鹼鹼 我當我第一次被打開 我是一個困難的 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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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的成功是要成為最壞的 透過出版了Kitchen Confidential這本書 他站上了紐約時報最暢銷作家的位置 他也因此離開了每天加班12個小時的廚房 開始成為美食節目的電視主持人 這個期間他靠著不斷的對話以及寫作 走入了許多令人心生畏懼的小巷 甚至品嘗了很多人認為是粗食的鄉下美食 透過他的眼睛他所走過的路 看見了一個比我們認知還要更為寬廣遼闊的一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當中有許多人仍然非常非常的努力在生活著 而波登透過料理走入了他們的世界 波登或許不是全世界最厲害的廚師 但是他的聲音他的文字卻是響徹雲霄的響亮 他說過 如果我要為一件事情背書 我要鼓勵人們移動 走得越遠越好 越久越好 穿過大海 體驗人們的生活 或者單純的體驗他們的食物 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有益無害 波登對於料理的推廣有著極大的貢獻 而他的離開更是料理界的一大損失 但是我希望正在看影片的你 如果覺得很困難不要害怕伸出手去找能夠幫助你的家人跟朋友 因為從開口分享的那一刻起 移動就已經開始 我是克里斯丁 讓我們在最後的最後 再次回憶這位曾經熱愛生命的美食旅行家 朋友口中的Tony 安特尼·博丁 吃飯是 應該是一個幸福的一遍 像是所有的意見 把一座椅子放在一座椅子 喝酒